看惯了正统但是娇贵的腕表 想带个大牌的表出去耍 腕表流行力天然书接地气 大家好我是刘行李 如果说豪华运动表就相当于汽车里的SUV 那么江山顿就相当于表中的那两个很晚才出SUV的英国品牌 在任战马举办的钟表与奇迹展览上 江山顿展出了纵红四海系列纪实腕表 这款表值吗 上手效果如何 腕表流行力 抢相在这里揭晓 江山顿的豪华运动表叫纵红四海 这个系列的前身当时还不叫纵红四海 1977年为了纪念品牌222周年 江山顿展览出了这款222 公认是豪华运动表的灵感来源 真正的纵红四海 在评估了爱比的皇家像树 百代斐力的鹦鹉罗之后 1996年江山顿展览出手了 官网的时间有点长 但90年代网红概念还没有出现 大家都是花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表 现在流行花自己的钱买别人喜欢的表 1999年纵红四海系列首次出现纪实表 将当时人们对于资一远行逃离尘销的追求 巧妙怨含于钟表所带来的愉悦之中 2004年纵红四海二期问世 计时万表也同时改款 2016年三期纵红四海上市 现在专过里都是三期的 包括这款计时款 六边形表圈 自产机芯和极具辨识度的标志性的视觉元素 表圈上这个马尔塔十字从之前的八片变成六片 自产机芯 GP的机芯和FP的机芯也都是不错的 这个自产机芯是集成了自动上弦的 计时机芯带助轮 应该是这个级别里最高标准了 其实在往上也没什么级别了 金刚材质的熊猫盘计时万表 熊猫盘的美学风格可以追涉到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赛车专用计时啊 18K白金石标和时针分针秒针 以及小表盘纸针 都有Superluminova夜光涂层 要不怎么说日内娃品牌高级呢 即便是钢表那纸针和刻度也得是白金的 这么高级的机芯 真当运动表那真是奢侈啊 真带的时候啊用橡胶袋 去重要场合的时候呢用小牛皮袋 发朋友圈的时候用钢链 确保永远没有划痕 你懂吧 所以这个小牛皮胶带和钢链快速互换 真正满足了说华和运动的多个使用场景的需求 纵横四海系列计算表 一直是品牌探索精神的生动化身 这是他说的啊 他是谁啊 僵尸单顿风格及传承总监 克里斯蒋莫尼 他还接着说纵横四海系列计时万表 致力于实现恰到好处的颠覆性突破 锐意开拓制表将界 你瞧日内娃人说话就是不一样 大家知道微信上有一个测评小程序万表都发 日内娃产区的品牌评级最高 有点像法国不得久产区的AOP级别 为什么 什么叫日内娃的顶级品牌 自制的5200自动商量机械机芯 打着象征顶级做工的日内娃印记 摆头是22K金的 是有象征旅行和探索精神的风向玫瑰罗盘图案 蓝宝石表背 机芯双发条盒设计 不是拼峰值动力的那种配置 拼的是可用的扭矩 这个玩车的都懂 动力55小时也足够长了 机芯里的导注轮 以马尔他十字造型装饰 导注轮就是我们说的注轮 Column V 不敢说带注轮的都是顶级机芯 但是顶级的即时机芯一定是带注轮的 注轮的优点是精密 当然加工难度也大 这个精准可靠的机构 配合垂直离合装置 可以减少指针在启动时 可能发生的轻微抖动 而且你看到了吧 姜尔丹顿的柱楼上 还刻了一个品牌标志性的马尔他十字 要说费工费力营造奢华 就属日内瓦的姜尔丹顿了 金刚表链的链接 有马尔他十字型抛光式面 可快速替换的表带 无需工具即可将金刚表链轻松更换为小牛皮 或者是黑色橡胶表带 一表三代 要我说这钢链款 如果光是用来发朋友圈 那是有点可惜了 因为链带上精心打磨的马尔他十字 视面随着手腕的转动 发出有节奏的光芒 那真是扬眼啊 花自己的钱买别人喜欢的表 这也情有可原啊 但是该享受的时候还得享受啊 咱们对日内瓦品牌江山丹顿 在表展上展出的豪华运动表 有了大概的印象 这款表的机芯垂直度 复杂功能 做工等级 颜值和外观打磨 有超过它的吗 欢迎举报 而且还可以一表三代 其实关于江山丹顿的纵横四海 背后还有很多故事 也有很多误区 如果你感兴趣 评论区互动一下 咱们另找个时间 专门聊聊纵横四海的前世今生 江山丹顿的传承及风格总监 Christian Ceremony说 纵横四海系列版表 代表了江山丹顿 跨越不同疆域的探索渴望 这次表展我要采访他 你到底给我说说 怎么就代表了江山丹顿 跨越不同疆域的探索渴望了 如果你已经有了答案 赶紧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换点别的问题问他 OK 江山丹顿纵横四海 纪实款就先介绍到这里 欢迎大家一见三连留言互动 下次见